哈囉大家好,今天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把SR賣掉之後呢,換了什麼車子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是說要不好,沒有辦法騎仿賽 不要...這個嘛 又不是買這台 對不對 不會是小阿路吧 好,今天呢,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到底 從SR換成什麼樣的車子 就是這一台 Kawasaki W75 出版主要房子 都要包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啰 大家好 哲人 欢迎到今天的骑车日志 我把SR卖掉之后呢 我买下一台车 居然是这一台 Kawasaki的W175 那为什么会买这台车呢 其实原本这台车是店里要卖的 结果没想到呢 拉到店里之后呢 我发现这车好帅 就是它有一个真的很复古的味道 而且不要讲复古啦 我坐上这台车的感觉就回到我学生时期骑KTR的感觉 哦 这不是贬义哦 这个是一个让我非常怀念的一种滋味啊 那这台车呢 它有红色跟黑色两种 理论上 知道我个性的应该会选红色嘛 那为什么最后选择黑色呢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红色的优点是它整个邮箱 这黑色的键都是亮红色 很漂亮 然后它的这个标呢 是立体的标 就是那种W800那种立体标字 那相较于之下 我觉得黑色呢 就没什么特色 它就写一个WT在这里 其实我自己觉得没什么诚意啦 但最后为什么会选择黑色的车呢 就是这一个 哦 看到这钢丝框没有 红色的话 它就是全部都是黑色的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部分呢 是非常吸引人的 这台车其实原本是要卖给客人的 但是我那时候问老板说 我可不可以自己弄一台这个车子 因为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 那你说这台车好吗 我觉得这台车呢 有几个缺点跟几个优点 那等一下我们上路的时候 一一跟大家说明啊 好不好 那事不宜迟 我们就来上路啦 上路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它是椅垫 原厂椅 这非常棒 很好做你知道吗 然后目前没改什么 只有装一个手机架而已 外观上的小缺点 我自己不喜欢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油箱盖跟仪表 那仪表在前几年的版本呢 它是一个完全指针 没有电子仪表的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个版本 那为什么今天我会选从这里开始拍 是因为北四溪这边的上坡还有弯道啊 比较多 那以轻挡车来讲 我觉得它的扭力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从北四溪这边拍最刚好 而且骑上这台车就让我回想到学生时期骑KTR跑北移的时光 说话这台车的肌肉记忆整个就是很想踩循环档的感觉 倒也不是因为骑KTR不是循环档 而是以前KTR是循环档 噢 这个车真的是爬坡真的非常有力 其实我一开始不觉得这个车可以带给我什么乐趣 但是没想到我骑一骑发现它的扭力够 虽然说尾数可能不到100 但是我觉得它在爬坡之方面蛮出乎我意料的喔 虽然前面在南深路的时候还是跑出一堆车啦 但是这个车骑起来真的蛮好玩的 但这种复古车毕竟就是骑一种感觉啊 你不能要求它的动力要到多强 但是它的扭力真的非常够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动力啊 它可能是个缺点 但我反而觉得这才是这种车种的灵魂啊 大家知道吗 一种老车魂的概念啊 那现在就来跟大家讲讲它的缺点啊 那其实它的缺点呢 我觉得大概有三点 然后第一点呢 是单缸车最常见的这个叫震动感啊 那从以前到现在骑了不少单缸车 像KT啊300啊401啊 不管哪个时期都会有人问说 诶这车不会很正吗 那我说不会 然后有的人买的时候就说明明就很正 后来我才发现每个人对震动感的定义都不一样 可能以前被KTR这个气血循环机训练过 所以说我觉得都没什么差 其实我觉得这样过完还蛮顺的 这个缺点我觉得相对重要 就是它右脚踏这边的温度比较高 那当然穿着车靴或穿鞋子其实还好 但是我昨天牵这台车回家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穿着拖鞋 因为我原本是开车过去的 结果没想到呢 这台车可以领牌 我就开开心心的把车放在板桥 然后就骑这台车回家 但是它还有一个很贴心的一点 就是它右脚刹车那里 有防止被引擎烫到的一个负块 它会这么烫的原因是你的脚内侧是引擎 前方是前段排气管 但实际上你穿着鞋子或者是车靴 基本上是不会有事 那最后一个缺点呢 我觉得就比较严重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仪表前面有个铁牌啊 那这块铁牌呢 是用来装前车牌呢 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啦 很多东南亚国家呢 都会有装这种前车牌的法规 但大多数前车牌之下都是可以拆下来的 唯独在W175 它居然是他妈焊上去的 昨天又没有把它拆下来 结果没想到它是焊在三角台下面的一小块地方啊 我真的是傻眼耶 反正过几天回店里应该就会把它锯下来啦 不然这看的真的是很堵懒耶 你们从这个视角看出去就看一块东西在那边 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 哦终于要到北压啊 会不会让我过会不会让我过呢 看起来有没有车 哦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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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推出W175这台车 我自己是还蛮感动的 毕竟想玩复古车的时期 就是没什么可以选择 那国产车当然有云豹野狼之类的啊 可是老实说我觉得火山绿还是有点疑慮 那像W175它有川崎的光环 我觉得它二手就是后手会比较好出去啦 像只能大学时期啊 有一阵子很爱手工车还有副母车 但是副母车太贵了 那手工车花的钱呢 又比车价本身多好多 而且改完之后有些还只能看 下雨天就刷晒 像我大学认识的一个朋友啊 他改的车很漂亮 但是他的车真的是三道嘴 那整台车就GG了 更别提有一些手工店改出来的 真的是比例上都很奇怪啊 这个在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真的很常见 那现在这个时代呢 CB350是一个黄牌的非常好的素材 跑到我当时骑凯旋 经过350车去 他们以为我是他车友 我当下都不知道该哭还该笑了 但不得不说他们改的真的是非常漂亮 所以我觉得W175在这块 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 而且老实说买了这台车之后 到店里的人其实也蠢蠢欲动 很像把这台车弄得很不同风格的感觉 啊 区间车数要到了 我看去前面停一下好了 靠 要好多人喔 太多人了吧 呃 算了好了 我就觉得我停在这边 我怕被他们打 好可怕喔 趕快走 这车你不能要求他很傻 但是他这样子轻轻松松的骑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 而且他这椅垫真的很软 真的 怎么讲 我很难跟大家讲这个感觉 这就是我一个学生时期的味道 我真的好喜欢喔 这车你单独一个人骑的时候 没有要跟朋友比较 还做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 他的动力是非常充足 像现在过弯的感觉啊 我就觉得很好 而且他在一些直线的地方 在山上60到80 感觉是没什么问题 呃 这有油油油 要小心 靠腰 我第一次看到这只鸟停在马路上 而不是在树上 好啦 那最后在这边做个简单的结尾 那刚刚呢 忘记跟大家讲说他有个蛮好的优点 就是他原厂车呢 就有给油箱贴 而且重点是这个齿滑很有用 那为什么我刚刚想起来呢 因为刚刚在那边 塞车的时候呢 我脚无聊在那边上下戳 而且戳一戳想说 诶 怎么那么那么抗滑 然后结果我就发现 诶 他的油箱贴 诶 真的很有用 我是不知道穿皮裤的感觉怎么样 但我穿一般的裤子 诶 真的很好用 那再来就是他这个钢丝框啊 真的是很棒 但是一样他有内胎 所以我到时候还是会做个气密 那我公司本身就在做气密 所以其实我也不用担心啊 那打个广告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联络我 那这台车呢到时候就做气密 然后可能会换个刹车 跟避震 那外观上的话 可能再跟店里讨论一下 觉得这个车怎么改 因为这个车其实他没有什么料见 因为这车才刚进台湾而已 那他原厂呢就给这种 仿骨的这种雨雷管 这个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那假如他是完全电镀影的话 更棒 那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热气全都打在大拇指上 不要讲这里 我现在手放在这里 就非常有感觉了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我超怀念的 我发动给大家看 大家看这里哦 以前我骑KTR的时候 无聊啊 我就这样 油门现在这里啦 这个JKY都露出来 我以前KTR那个 就是露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设计 非常非常的怀念 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个车 非常值得买 因为我觉得 通常会买 复古车的人呢 就是觉得复古车 大多数都蛮贵的 像凯旋 Z900RF CB1000之类的 这种车都很大的 那有的人18岁想加入复古车家族 那只能选野狼传奇 云豹啊 或者是一些二手车 那我觉得 有在Kawasaki的W175 算是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啊 而且你看 我自己也是 手刀就买了 有没有 我觉得我应该是台北 前几个买这台车的人啊 哈哈哈哈 整体来讲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 你看他 我已经多久 没有骑过这种挡车的中度了 哇 那这要讲外观上的小缺点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东西呢是焊在里面 焊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 感觉非常不好 那再来 圈毛求迟一点的话 就是我觉得这个引擎 就是应该有一个彩发感 哦他这里没有少一个彩发感 我看了就是觉得 降一味啊 好啦 那整体来讲 这个 W175的开箱呢 就到这边结束啦 那喜欢影片的话 帮我分享 喜欢 以及订阅 好不好 那这台车呢 没意外的话 应该会多些改装 那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空简的话 好不好 那大家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这样子没有大盾 哈哈哈哈 跑去 喔 吐了吐了吐了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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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Go 再再再 上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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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要推到追教上 上坡了没问题 哎 出动了出动了 出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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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上坡难度很高 还是要先卡头啊 要先卡头啊 要先卡头啊 三个可以吗 你要排二档 我排党 这样子比较有机会 一二三 诶 有车有车 来 快点 再快点 再快点 走走走走 好 吐呦 是完全没电 是完全没电吗 诶 诶可以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啊啊啊 诶诶诶 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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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荒谬了 很多随机 很多随机任务了 路上就有问题 啊 路上小心 啊 路上小心哦 小心 太神奇了 你看车友们还是 对啊 你看大家看到就来帮忙 很有人情味 旦 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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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